烟海鹊臭到令人作呕,堪比生化武器,为何当地人却奉为美食? 在中国人的吃货食谱里,不只是闻起来香的食物备受欢迎,闻起来臭的食物也不甘示弱,比如常见的臭豆腐、榴莲,还有能吃上头的螺蛳粉。 这些臭跟前几年活起来的飞鱼罐头比起来,那真的是小屋见大屋。 飞鱼罐头只要打开盖子就会变成一个催土神器,而上外游身有一种叫做烟海鹊的食物。 飞鱼罐头在他面前都要甘拜下风,他受到不仅仅令人作呕,还堪比生化武器。 不过让很多人都闻风丧胆的食物,在当地人艾斯基摩人眼里,它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美食,这是为何? 在世界上最寒冷的北极圈里,不只生活着北极熊,还常年生活着一个人类的怪异群体,那就是英纽特人,也被称为艾斯基摩人。 他们生活在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北极圈,这里常年气温都在零下30度以下,这里四周都是一望无际白茫茫的雪地,且连最基本的昼夜接替都没有。 所以在这里生活的艾斯基摩人,只能依靠采集植物果实,根茎和嫩叶为食,他们也不能驯化动物,只能靠狩猎野生动物。 这里同样也生活着很多的海豹,鲸鱼,北极熊,以及鱼类等等。 遇到的时候,艾斯基摩人会尽量地捕杀这些动物,但是由于不能发展农业,畜牧业,它们的食物来源就较被被动,可以说得上是靠天吃饭了。 但从另一种角度来说,艾斯基摩人也是吃惯山珍海味的人了,只不过食物比较冷而已,吃惯了山珍海味,就会想着吃点别的小零食。 艾斯基摩人把目光投向了,只有夏季才会来到山崖上筑巢的猪如海雀,它们用四肢的网捕捉足够多的海雀,没有冰箱的它们该怎么储存这些海雀呢? 那就是用生物储存法,将一只海豹掏空内丧,然后尽可能地在海豹肚子里塞进更多的猪如海雀。 一般一只成年海豹可以塞进500多只的海雀,塞完之后再用力挤出海豹肚子里的空气,这样海雀才能更好地在里面储存发酵。 这个方法有点像我们腌咸菜的,只不过容器不同而已,不过我们腌咸菜之前都会认真地将菜的表面洗干净。 但腌海雀就不一样了,它是未经过拔毛处理的,整个塞进海豹的肚子里,为了不让多余的空气跑进海豹肚子里,不仅进行缝合处理,还在缝合口处涂抹大量的油脂, 最后放在雪坑中用石头压好保存。 你们可以想想,用动物作为容器腌出来的海蝎会是什么样的味道,在夏天腌的海蝎,艾斯基摩人会在冬天给你们揭晓这个味道, 当他们切开海豹肚子的时候,除了细以为常的当地人,其他人最好还是有多远走多远,因为那个直冲天灵盖的臭味,可能会让你当场去世。 比厕所臭百倍,飞一罐头是臭几十倍的味道,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,堪比生化武器。 腌出来的海蝎除了颜色深一点之外,跟放进去的时候没什么两样,艾斯基摩人对腌海蝎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拿出来吃的, 而是当家里有贵宾或者大喜事的时候才会拿出几只,而吃的方法也让人更加难以理解。 在颜海蝎之前,海蝎是个生的,就算腌了之后,海蝎还是生的,他们会直接吸制海蝎的肉质和内脏,经过长时间的腌制,这些都变成了糊状, 轻轻一吸就可以整个吃掉。 吃过颜海蝎的人说,虽然闻起来是真的很臭,但是进到最饱里,这一股臭味就变成了极其鲜的味道, 让人吃了还想再吃,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,但是我相信第一次尝试颜海蝎的人,肯定要鼓起很大的勇气,你们看完,做何感想呢?